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有沒有相同的感受呢? HOME OFFICE的時候不知道吃什麼早餐 又想粉爛一點,但又想早餐快美麗 除了吃麵包、麵皮、通粉之外 有沒有想過自己蒸魚肉燒賣呢? 之前在超市看到有兩款的魚肉燒賣 想早餐轉口味,所以每樣買了一包回來試試 這兩款燒賣都是在同一間超市買的 左邊這包的價錢大約$22 右邊這包的價錢大約$15 標榜無添加防腐劑 右邊的包大約有30粒 右邊的包大約有20粒 事不宜遲,我現在馬上蒸給大家看看 左邊的包我會蒸5粒 因為右邊的包只剩10粒 所以就一次過蒸完 現在開始蒸10分鐘 蒸好再跟大家說吧 蒸5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刚刚蒸好,上碟再切给大家看 左边粉红色萝卜碟就是刚刚左边的鱼肉烧米 右边南瓜碟就是刚刚右边的龙虾鱼肉烧米 先切开左边的鱼肉烧米 切的时候也感觉到鱼肉烧米都烟硬 有黏度的感觉 第一口咬下去,质感也算软熟,软身偏硬 它的燒賣皮沒有什麼味道 魚蓉的味道不突出 吃到最後有胡椒粉味 點豉油和辣椒油一起吃 比較原味好吃 吃完也不會口乾 到時吃右邊的龍蝦魚肉燒賣 切開,切的時候的感覺 比左邊的燒賣更加硬 黏度的感覺更加強烈 第一口咬下去,質感很硬 非常軟熟 它的燒賣皮有豆香 吃到魚肉的味道 它的龍蝦味就像平常吃龍蝦軟的味道一樣 我覺得它的味道配合也很有驚喜 點豉油和辣油一起吃 我覺得味道更加香 今次的試吃是想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最近吃的早餐和我個人的感受 任何食物的味道都很講個人口味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來試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留言,訂閱和按讚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